东北 嫁给我吧 既然你们都想要娶我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我可以不要房 也可以不要车 甚至我可以不要彩礼 也可以不办酒席 那还等什么呀 咱们赶紧领证去吧 东北 你知道的 我一直都爱着你啊 我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 带着我的前婆婆 一起嫁过来 还有 现在 就是我最真实的样子 如果这些 你们都可以接受的话 那我就嫁 不是你一个二婚 我就不说了 你怎么还带个钱婆婆呀 这样以后嫁到我们家 谁照顾我爸妈呀 再说了 要是你一个人的话 我还能免相同意 可是我们毕竟婆媳一场 我婆婆在这个世界上 就只有我一个亲人了 我是绝对不可能 丢下她一个人不管的 再说了 沐阳 你不是对我说过 你爱我 可以接受我的一切吗 那你当初 你也没跟我说 是这样的情况啊 再说了 就她这样的 谁愿意照顾她呀 那你呢 王磊 你愿意吗 看看吧 东梅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个男人 会愿意的 东梅 妈 妈 你说什么呢 当初要不是因为您 我也不可能坚持到现在 既然他们都不愿意娶我 那以后啊 就咱们两个人一起生活 走 咱们回家 等一下 东梅 谁说我不愿意娶你了 这张卡里有三十万 就当是我娶你的彩礼 你拿着 这是我家里的钥匙 这是我的车钥匙 全都给你 等下个月咱们结婚的时候 把咱妈也带上 就当是咱们幸福生活的 见证人 好吗 你 完全不介意我离过婚 还要带着我前婆婆吗 我当然不介意了 爱一个人 哪来那么多要求 我只在意 我以后的妻子 会不会是你 东梅 这才是你应该找的好男人 另外 我这里有张卡 里面有一百万 就当妈给你的结婚嫁妆 另外呢 妈再给你公司百分之十的股份 不是 你刚才不是 你是她亲吗 那你刚才怎么还 我刚才如果不是这样 怎么能知道你们两个 谁才是真正对我们东梅好的人呢 东梅 你家这么有钱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走 咱们现在把结婚证领了去 不用啊 不需要 东梅 不是我说你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 还有比我再优秀的男人吗 你别以为她对你就是真心的 谁真心对东梅 东梅心里最清楚 东梅呀 以后就交给你了 你一定要好好地爱她 阿姨 您就放心吧 这以后我 我一定会好好地照顾东梅的 走吧阿姨 咱们吃饭去 好 我希望最初是你 后来是你 最终也是你 妹妹 她来了 你确定要测试她吗 嗯 我确定 你可想好了 没有人能通过这种测试的 哥 我都已经考虑清楚了 好自为之吧 亲爱的 这么急着找我来 什么事啊 沐阳 我有点事想跟你说 什么事啊 这么严肃 你说 那我就不瞒你了 沐阳 我们家 破产了 破产了 嗯 亲爱的 你跟我开玩笑呢吧 你哥这么有钱 怎么可能会破产呢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哥最近因为财务的问题 都已经焦头烂额的 好几天都睡不着觉了 嗯 东梅啊 这俗话说呀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你们家应该还有什么隐藏的财产吧 财产 哪还有什么财产呀 我现在能站在这儿好好的跟你说话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那 那你之前那些什么跑车 别墅呢 我们家的跑车和这栋别墅 全都已经抵押掉了 沐阳 我这几天没有联系你 我就是怕你知道了我们家现在的情况 你会嫌弃我 我现在都已经变成这样了 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你觉得我要是变成这样 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我是真的爱你 我当然愿意了 那可能我不够爱你吧 好 我知道了 知道就好 既然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赶时间呢 东北 沐阳 我就知道你 你别误会啊 既然你们家破产了 那我也要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你的东西 什么东西啊 当然是青春损失废了 我跟你在一起整整三年了 一年十万 三年五十万 东北 你们家 不会连这些钱都拿出来吧 你管我要青春损失费 沐阳 咱俩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没少给你花钱吧 你这是少废话 赶紧拿钱 你 李总 李总 你 你没破产 你测试我 有时候莫名的 宝贝啊 刚刚我都是一时冲动 我口我正来 你别跟我一般见识 拉开你的脏手 当初怪我太年轻 是人是狗 没干清 这有心人呢 他长得人模人样的 却不办人事 以后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诚谋呼吸 别别别 东北 东北 我 滚 爸 爸 我带男朋友回来了 嘿 你看你来就来吧 还拿什么东西 这么客气 嘿 没客气 这不 搁我家冰箱放好一天了 也没人吃 你说说看 这不 扔了快可惜的 我听东北说 您不挑是是吧 来 给你 别客气 坐 我去 吓我一跳 这谁啊 这边是我妈 你妈 这 你跟你妈长得也不像啊 你跟你那老头 你爸长得也不像 我看看 你到底长得像谁啊 哦 我想起来了 咱俩刚才进门的时候 就 就是 守 守门的那老头 就那保安 你跟他长得像 我看看 越看越像 行 行了 咱说正事 阿姨 我听都没说 你们家是农村的是吧 没错 那我可是海归啊 阿姨啊 我听东北说 你们农村那房子拆迁了 那得分了不少钱吧 这 我俩快结婚了 那你们准备出多少家仲 先说说你的想法吧 那我可就直说了 咱也别什么六十六万八十八万了 你们嫁着呢 就直接出到一百万 是吧 这样都没嫁过去之后呢 他也有换权不是吗 这个 至于彩礼嘛 我们家就出一万零一 这预示着万里挑一 阿姨啊 我这么说 你有什么意见 这些啊 只是形式而已 就接着说 这房子呢 我妈有 到时候啊 我俩结婚之后 就直接搬过去 跟我妈一块住 到时候也方便照顾他老爷家 这毕竟子女照顾父母 这都是应该的吧 对吧 应该的 应该的 阿姨 不挂话 说回来啊 这房子我们家出了 这车子总得你们家出吧 那我可是海贵 那怎么爹得一百万以上吧 我国外那些朋友 他们开的都是豪车 你说 以后我是你女婿 对吧 我开个豪车 那你们这脸上不也有光吗 妈 没事 你接着说 我听都没说 您在这个市区 有一套学习房是吧 这样 您把那套房子 过呼到我名下 以后我们这小孩上学 也方便 没问题吧 行 没问题 你看 还是我丈母娘炒亮 哎呀 东北啊 还有一件事啊 以后咱们结婚之后 这洗衣做饭 带孩子 可都是你的话 咱们家 坚决不请月子和保姆 听得门 啊 可是我在我自己家也没有做过这新活啊 哎呀 那我不管 那是你自己的事 哦 对了 还有一件最最重要的事 我妈说了 不对 是我妈特意嘱咐了 因为我是家里的独生子 咱俩结婚以后啊 你至少要给我生五个孩子 这以后传统接代吧 对吧 阿姨 你妈说的都对 你刚才说的我都听明白了 你跟我女儿不适合 你还是请回吧 啥不合适 你说不合适就不合适啊 我告诉你啊 你女儿求了我一年 我才到你们家来着 别不吃好歹 你去农村人 抓什么抓啊 农村人 农村人怎么了 你父母供你读书 让你受高等教育 那是让你明示李之荣辱 而内敛自谦 而你呢 闺女 人生中的另一半 如果选择错了 你将来的每一步 都会在错误中 尝尽人间疾苦 而取舍两难 婚姻中最重要的就是 人品责任以及担当 还有就是骨子里的 三观级教养 闺女 咱们有福之旅 不进无福之家呀 妈 我知道了 沐阳 咱俩不合适 你走吧 你 走就走 那东西